军武催眠,军民毁中的节日 曾几何时,在打击日寇时,我们使用脚过来的万国派火炮 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们突发打造的煤鸟星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到了朝鲜战场上,在与世界最强伪低的对抗中 火力上的劣势让志愿军吃惊了苦头 无数鲜血的教训,让火力不足恐惧症写进了我们的建军指导方案之中 现如今,进入2.0时代的中国军工都生产出来怎样的火炮呢? 本期军武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火炮来战争之王 即便在现代战场上,个性火炮依然是重要的杀伤输出来源 由于坦克机械化的主导地位,火炮也得跟上机动部队的步伐 加上履带底盘,甚至装甲炮塔等自行火炮,应运而生 当今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自行火炮 有美国的M109,德国的PZH脸签,俄罗斯的2S35,以及韩国的K9 这些火炮的口径基本都是152或155毫米,广长也基本都是52倍口径 在可以公开的资料中,德国的PZH脸签展现出最优良的性能 作为首先确立现代标准,即52倍口径155毫米的自行火炮 PZH脸签可以完成各种肥所思的特效设计 不过其造价也不肥,体重更是高达55.3吨 相比之下,美国的M109只有27.5吨 它其实是一款非常老的自行火炮了 从1963年量产之间,生产总数已超过7000辆 到现在,已经改进到M109的一期了 早期的M109,炮管要短得多 当然现在,都增长到52倍口径了 可能是由于美国的空中火力过于强大 所以新一代十字军自行火炮计划最终被取消 俄罗斯这边的2S35,则是近年来才服役的新炮 其实验开发阶段的双炮管 更是各种网传,惊艳路人 不过最终量产时,还是觉得单炮管靠谱 韩国由于经常和朝鲜隔山打炮的需求 K9也变成了最常出现在新闻头条画面里的自行火炮 作为亚洲第一款52倍口径155毫米自行火炮 K9吸收了多项西方技术 在与北方凝聚的日常对轰中 依靠机动部署能力 在数量电视的情况下,实现了战略威慑上的平衡 自行火炮,乍一看有点像坦克 都是一个底盘,一个炮塔,一杆炮 但这杆炮的大小比例显然比坦克达得多 当它高台炮管实施曲线设计时 它与坦克的区别就一目鸟然了 在这个无人机普及的时代 是具外远程设计时的弹道修正愈发方便 这样增加火炮的升管长度 提高炮口抽速就必应量多了 中国最早发展155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PLZ-45型开始的 早年中国长期沿用俄式152毫米口径的重炮 而西方国家却多使用155毫米口径 并用这个口径教育了国际军火市场 当时中国选择155这个民主的口径 就是为了打入外贸市场的 该炮也不负众望成功打入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市场 PLZ-45这个45指的是它的炮管长度是45毫米口径 而这型炮的中国自用版则称为88式自行火炮 88至其定型时间1988年 同理如今解放军装备的PLZ-05式自行火炮则定型于2005年 它的外贸版则称为PLZ-52 这个52指的也正是它的炮管长度是52倍口径 PLZ-52选择52倍口径的长管炮 不仅能使射程更远 还能在放屏设计时具有反坦克功能 就像坦克世界中的TD火炮平次到谁也挡不住 然而它真的能当TD或者说反坦克兼机车用吗 我们看到这辆巨大的自行火炮 PLZ-52 这个自行火炮就不用讲 大家都很熟悉 唯一有个疑惑的地方 就是据说这玩意能平射打坦克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首先我们看炮弹 基本还都是高爆弹 它也莫名看着我们讲什么话 但是没有看到像坦克那种的唯一稳妮托克穿甲弹 那么再看看这个炮对镜 我们看到眼镜的 有点像主张坦克 一个是车掌 应该是车掌 另一个应该就是炮对镜 那从这种配置看 它确实有平射能力 跟坦克样的平射能力 那至于要不要用穿甲弹 因为它这个速炮是非常大一物 非常的巨大 难道就是因为口径大 口径就是正义 直接高爆铺脸吗 也有这个可能 为了进一步提高一物 重炮的公路机动能力 它还被搬到了轮式底盘上 那开炮时巨大的后座力怎么搬呢 不要紧 屁股后面加点个撑子 早在二战时期 呼啸的卡丘鲨就宣告了火箭炮 是战场上不可小视的存在 有种说法 成一台卡丘鲨式的多管火箭炮 可以提供18台同时代自行火炮 密集射击的火力 本着这个成功经验 俄国人从BM-13 BM-14 BM-21 BM-27 一路发展到BM-30 这个30 即火箭弹直径30厘米 相当于300毫米舰炮了 而且射程可达90公里 还可以使用多种弹药 可谓定义了现代多管火箭炮的战力标准 美国人则从二战的管风琴谢尔曼开始 偏要用坦克底盘来搭载火箭炮 到后来履带装甲车式的M270 更是冷战后期北约成员国的标准火力配置 从1983年开始到2003年停产 M270生产了1300台 以及约70万只火箭 M270装甲车般的身躯 显然是考虑到当年的假想敌 苏年的反击火力的 不过美国最新的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也开始用卡车底盘了 毕竟在公路上机动 用轮子跑得更快 在中国的多管火箭炮发展史上 连种形式的底盘都尝试过 如70式和89式 就使用铝带装甲车式的底盘 而81式、83式、90式 则使用卡车底盘 新世纪入役的PHL03 GAR2 正是对90年代引进了 俄罗斯BM30火箭炮的仿制版 经过潜心的技术吸收和改进创新 现如今 中国的自行火箭炮 将是更加精良 更加丧心病狂的存在 SR-5可同时携带 122和220毫米两种口径大小的火箭弹 发射架分为左右连组 拥有模块化自动吊撞功能 每组可装20枚122毫米火箭弹 或6枚220毫米火箭弹 当它们装在一起时 可以明显看到 220火箭弹不光粗 而且比122还长很多 当然了 还有更大的 AR-3型多管火箭炮 可装载300和370毫米两种重型火箭弹 它的发射架 也分为左右连组 装370毫米单一组 可装4枚 装300毫米单一组 可装5枚 这种重型火箭炮 最大射程超过200公里 这么远 瞎打怎么行 火箭弹 具有的制导功能 加上无人机的引导 使其野岸 已经变成了一种 小型弹道导弹 如果你以为 300多毫米火箭弹 就丧心病狂啊 那你看看最新亮相的这个 排击炮是战场上基层士兵战斗的经典神器 我们熟悉的从炮口装填设计的画面 便是典型的排击炮的特征 它炮管轻薄无糖线 便与单兵血型和快速的拆装 提供及时的一线火力支援 然而这些根本就不能当作排击炮的严格定义 二战中使用排击炮最多的苏联 把这些炮越做越大 再靠人力从炮口装弹 显然已经不可能 最后后膛装弹的 带弹线的排击炮都出现了 现在高炮弯曲的弹道 依然是排击炮最明显的功能性特征 而结构特征应该还是其轻薄的炮身 因为即便是大型排击炮 它也是同口径火炮中的轻型炮 结合正眼点特征 大型排击炮装在相对轻型的载薄上 炮口不瞄前 只瞄天 就是现在车载排击炮的一大重要特征了 我们知道象棋当中的炮需要格子打 那后面这辆车开着天桩的车 就体现了象棋里炮的精神 因为它是一辆自行排击炮 开着天桩打根本就不把炮正对着你 你被打到也不知道从哪打到的 因为它是隔山打流 大家玩过经典游戏英雄年吗 二战德军的把有一辆250砖甲车 直接后面装一门排击炮 跟这个思路就非常的像 放在现在依然可用 说明古老象棋的精神 现在还在运用上呢 除了在这些大车上的重型排击炮 我还在山摩小车上看到一种速射排击炮 不对 还不止一种 那这些排击炮如何速射呢 用手装弹 显然不可能 别急 通过简单易懂的自动化操作面盘 就能搞定 讲了这么多能跑的炮 诶 这里停着一门不能动的炮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还用得着这种不能跑的炮吗 可千万别小看了这门炮 这型AH4超轻型榴弹炮 可是中国外貌火炮的新虫 为什么说是超轻型火炮呢 这门155毫米口径的火炮 战斗权重只有3.7吨 而老式的这种口径的火炮 如美国的M198牛弹炮 重达7吨 其实超轻型重炮概念 同样是美国人用起来的 M777是当今世界上应用最成功的超轻型火炮 这型炮最早是英国人在2005年研制的 全炮共使用了960公斤钛合金材料 占全炮重的25.63% 传统重炮 依靠自身沉重的惯性 可以吸收相当一部分后座力的冲击 但是这一点在超轻型火炮上就很难办了 M777的设计者采用座盘直接贴地 而轴也尽量降低的方法 最大程度的让后座力直接传导到地面 保证了火炮设计时的稳定性 M777不仅能被车辆牵引 还可以被直人机吊音 这使得本意显得落后于现代战争模式的裸炮 能够再次跟得上战争的节奏 所以他一惊问世 便得到了各国的亲爱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沙特等国都装备了该炮 尤其是英国的老东家美国 一口气订过了1001门 在2007年增兵阿富汗的过程中 美国陆军的M777就在增补名单当中 而在2017年的美国武装干涉叙利亚的过程中 为了给被政府军围困在拉卡的叙利亚反对派 提供炮火支援 美军的第11海军渡战队特地调M777炮 前往战场并成功解围 可谓是战绩优秀 这所谓失忆场景以自强 别人的好东西 好概念 当然要不吝啬地学习了 AH-4无疑就是中国版的M777了 而中国的AH-4 在优化设计之后 钛合金用量相对较少 使其在造价方面比M777更便宜 因而在外贸出口方面占据了价格优势 我们看到它虽然有个轮子 但其实它自己并不带动力的 然后并不带动力 为什么还有个柴油机 迪赛尔柴油机 柴油机提供啥的 它自己轮子又不能自己走 它其实是提供整个的火炮 炮管的移动 以及它的助力 以及它这个轮子的升起降下 这样一个动作的动力 操炮 传统操炮的话 都是用这个螺线轮去摇 当然这要加锁了以后可以摇 但是现在新型火炮 为了让它更快速的动作 把这个火炮的射角描到预定位置 它有一个自动化的系统 这里可以控制液压 到底如何实现的呢 是靠液压动作系统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里的压壁 这边是一个提供液压的这样一个管子 到这里有个阀 液压进去以后会把这个压移往外顶 然后这边是可以 这个锁扣是可以固定到这里 栓插上 所有的火炮能动作的地方 我们看都有这种管子和法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这根管 通到这里 说明这个液压壁都可以自动动作的 这里补充一下液压系统的知识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描述液压系统的特点 那就是千斤顶 液压千斤顶为什么能顶千斤 因为向外输出的拉头页面面积大 而向你输入的拉头页面面积小 因为液体可以几乎无损失地传导压强 所以输入段只需要输入很小的力量 通过液体等量压强的传导 就可以在输出段输出很大的力量了 所以一般要求动作形成不长 但是力量很大的机械都用的液压系统 比如挖掘机 还有重炮的动作 推动这些液压壁一般靠液压油 而这些液压油的压强来源 一般是外部的电机或热机 驱动蹦给出的 而控制这些液压油 什么时候给力 什么时候不给力 则靠阀 一般都是电磁阀来控制 当然了 实际当中的压壁 不仅能伸还得能缩 这就需要活塞的正反点面 都要有可控制的压作用 所以实际当中的电磁阀和油路系统 你要更复杂一点 当我们的陆战之王成为飞行军后 面对正牌的空中威胁 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大堆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其他展台的导弹啊 炸弹啊 全是外型 但这里有内部的结构 解决了我们很多的 长期以来的一些疑惑的问题 比如说空风导弹 空风导弹炸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接触到目标飞机过后才炸 而且到一定的距离过后通过这个 五天零劲爆引擎就开始凌空爆炸 凌空爆炸后的破片去杀伤目标飞机 那有几种的方式 一种是这种空风导弹离散杆这样的 就有很多小独牵呀 或者是有点像一大堆筷子一样 炸散以后这种东西插到那个飞机的 目标飞机的身上 把目标飞机弄碎 还有更专心的情况 这应该是大型的空风导弹 大型空风导弹全部是小钢珠 有很多那种手雷 那种波罗手雷 差不多的里面一大堆的钢珠 甚至是有点像 不过这个是大型的 这么大人 这么多炸出的无数的钢珠 而且这个应该是那种 从这口径看的 简直是有400航米 大合计战力舰的品牌 大型巨尾弓导弹用的这个下伤 大型防空导弹果然狠 但这都是对付又高又远的目标 撑起外层防空网的 假使有漏网之鱼 已经拖到我们面前了 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在我后面的这个是 把海军马路的武器搬上了陆地 730净防炮 这个巨大的卡车扛了过来 而且这个卡车不光有这个净防炮本身 还有一个巨大的指挥室 而这个东西为什么拿到陆地上防空呢 其实在陆地的这个防空环境下 万速的飞机已经不能满足 万速的飞机目标已经不能满足 现在的对一些高威胁武器的防空需求了 你比如说很多的导弹 这刀武器用海军的净防炮都可以打下来 所以这个陆顿眼前就是直接把这个净防炮搬到了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巨大的火控 也打像个锅一样 这边有很大的指挥室 相比来说这个东西是比较重型的 弄这么大的东西的代价就是让这个反高度的这个导弹武器更加给力 大家看看这里这个口是干嘛的 不是联合收割机的土道口 而是土蛋壳的口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730开炮的速度有这么快 它这个蛋壳是直接往外跑的 因为里面根本就收不下了 可以看出这个净防系统的这个短时间内的效率有多么的高 火力有多么的猛 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边 同样的30毫米炮 半轮小车 机动性更高 反相对速度比较慢的飞行器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它还是弹炮合一 其实那个弹比较小啊 炮比较大 弹其实就是类似的 肩烤式毒四导弹 然后装在侧面 其实也是做一些进程的防空 因为进防高速目标的情况下 最大的难度是在于炮塔的转速 跟不跟得上这个高速目标的飞行角度 因为海军军方会遇到这种情况 高速反舰导弹 他们要很快的用自动锁定 炮去跟踪高速目标 但是陆军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少 所以在常规直升机啊 这种低空飞行的目标的话 用这种防空话就足够了 但是遇到高速来袭的导弹的时候 就用这种路顿眼前才可以 那如果遇到更极端的飞行的敌人 飞得更慢的敌人怎么办 我们可以手动打飞机 除了我们熟悉的大型防空车 我惊喜地发现 连山猫都弹炮合一了 现在的路上防空火力都这么猛了 让我们这些天空中的飞机 都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 进一步的离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